这还是既需要数据的动作,又需要数据的保护。 在这个问题,各个政府都在做实际上的工作。 这些工作呢,电商的机会是多接受。 需要遵守这个国家的这个数据。 如果说保留国家,他把这个数据过多的保护。 这样,肯定不利于这个国家开展这个商务。 不利于他的货物的活动、贸易的发展。 请不吝点赞!